据香港新闻网星岛环球网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11月13日召开的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表示 基本法23条立法不会也不能取代香港国安法 二者相辅相成 香港立法会议员谢伟军在会上关注 近年香港被指太偏重国安 为减少国际挑拨抹黑 他询问特区政府会否因时质疑 在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后在政治上减纳 例如考虑以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取代香港国安法或当中部分条文 邓炳强指出 香港就基本法23条立法不会也不能取代香港国安法 二者是相辅相成 他称 目前地缘政治下 美西方会利用香港牵制国家发展 每隔两三个月都会出现一份报告 无故指控国安法下香港没有人权自由等等 有的报告还说解放军武装入侵 当真匪夷所思 但不会因为有人抹黑而不做应该做的事 他强调 基本法23条立法不会影响人做生意 反而对经济有帮助 令旅客感到安全 不会有人因为口音不同就被打 他也重申 基本法23条立法不会影响一般市民言论及集会等权利 邓炳强表示 政府不是刻意经常提国安法下市民 而是居安思危 要想想2019年写的教训 他指出 经过2019年港版颜色革命 有人企图颠覆政府 有人扔汽油弹 相信市民心中有数 基本法23条立法有必要 政府也会不停解说 当有立法框架会做出咨询 务求在2024年内完成立法 据此前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 是香港基本法中一条规定香港应自行立法 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法律条文 内容全文如下 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 分裂国家 煽动叛乱 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 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 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 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0月25日在其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指出 有些国家因自身利益 刻意针对中国 阻碍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 外部势力继续插手干预香港事务 香港特区政府正全力研究 基本法第23条的有效立法方案 落实特区政府应实践的限制责任 2024年内完成立法